最近 大陸河北一位大學生 在給海外退黨熱線打電話後 明瞭真相 並親身受益 進而帶動一個班的大學生 集體聲明退出中共的黨組織 民主人士董廣平告訴本臺記者說 退黨行動幫助人在思想上與中共劃清界限 作用巨大 來看報導 根據明慧網報導 不久前 一位河北大學生打電話 給海外退黨熱線 對義工說 您還記得之前在您這兒做了三退的 河北大學生張天佑嗎 他是我的同學 是他讓我們知道三退 現在我們全班集體要做三退 請您準備好記錄吧 這名河北大學生口中的張同學 兩個多月前曾打電話給海外退黨熱線 他原本是想打來搗亂的 後來義工告訴他一些富而有得的小故事 再跟他說明為什麼要三退 他就聲明退出了 他退黨後 義工阿姨告訴他 常念法輪大發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張同學後來成績變好了 還帶動其他同學退團 退隊 退黨 最後統計起來聲明三退的共有59人 原大陸民主人士東廣平告訴新唐人 他很贊同三退活動 大概是12年以上 那時候電話 我那時候就給他報名退了 這個三退活動搞得確實是很好 對中共 爭鋒相對 給很多人以震撼 很有成效 2004年11月 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 《九評共產黨》全面深刻的揭示了中共的邪惡本性 在中國大陸及海外華人中掀起了三退大潮 他的意義就在於讓人們認清了中共的邪惡 要跟中共決裂 不能跟隨中共走 不能受中共的愚昧欺騙 這個警示作用是非常大的 雖然是用化名退 但是在精神上 依中共是劃清了界限的 截止到12月19號 在大紀元網站聲明退出中共的人數 已達到3億8800多萬人 新唐人記者林晨欣 易如劉芳採訪報導